112學年度國民中學籃球 簡稱JHBL以及籃球聯賽開打 名傳國中啦啦隊在場邊助陣呐喊 希望籃球隊一路過關斬將 往冠軍邁進 而在預賽前一向非常關心中小學運動事務的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特地到市立名傳國中請男女籃球隊員們 以及教練等人一起吃披薩 鼓勵球員們繼續努力蟬聯冠軍 為學校也為基隆市爭光 這個名傳國中在我們基隆的籃球運動發展 這幾年有非常傑出的表現 那在儀主已經拿下三次的冠軍 那這歸功當然第一個 我們的專任教練徐偉勝 長期用心的在地付出 然後用心的挑選我們全市國小的各個小朋友 來專門的訓練培訓 那名傳國中除了成績好以外 也培養出非常多批的小朋友 那我從一開始就不斷就跟他們一起參與 到現在這麼多年這麼多屆 然後看著很多小朋友甚至有拿過亞運的國手 那也有小朋友一屆一屆的長高長大 我覺得其實也蠻感動 那為籃球在基隆的發展其實是非常蓬勃的 我們如何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 來跟這個台灣的各級學校來競爭 是我們應該努力的目標 當然因為現在少子化 我想在國中端或高中端招生都不易 尤其是這個我們有專門的職業運動 譬如說我們現在籃球名校 北高大概都勝 北部跟南部勝沒幾間 所以好的選手很高的 或是條件非常好的 大概都會集中到籃球名校去 所以我們民傳國中在基隆 可以有這樣子的成績 我想應該給民傳國中的隊職員師生 包含我們徐偉勝教練 一個非常大的鼓勵跟喝彩 在我們招生不易的狀況下 還可以拿到這麼好的成績 那我們即將又準備出發全國 然後來征戰這個第四座的冠軍 我們今天也特別來請小朋友吃披薩 給他們鼓勵跟加油 希望大家可以再次拿下好的成績 為基隆爭光 也為自己爭取榮譽 也為自己的未來 籃球高中的路 可以爭取更好的一個學校發展 民傳國中籃球隊在108年 109年以及111學年度 總共拿下三次JHBL 以及聯賽全國冠軍 球隊教練非常感謝議長滕梓偉 長期關心球隊 並且為球員們加油打氣 球員們都很爭氣 犧牲清明連假假期 努力練習 目標就是要纏連今年的冠軍 每年大概在這個時候 其實都蠻辛苦的 然後在復賽結束到決賽這段時間 然後剛好都有清明連假 對那清明連假 其實跟去年一樣 我們孩子的犧牲假期 包括我們教練也是 然後都很努力的在為這個決賽做準備 那今年跟往年有什麼特別不一樣 我覺得其實大致上都一樣 但是我們就是還是很努力在準備這次的決賽 那當然對手跟去年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自己陣型跟去年有點不太一樣 那今年有一些戰術上面跟對手的打法 我們有時候有一些稍微做一些調整 那希望就是在決賽能夠有好的表現 那就是接下來就是看孩子他們當天自己的狀況 明傳國中籃球隊員們不僅在學校加強練習比賽前 跟一地到基隆山宮越級挑戰兼練習 跟全國高中籃球頂級球隊的基隆山宮籃球隊 打交流賽增強戰力 教練也非常感謝基隆山宮近年來 對明傳國中籃球隊的幫助 而這一切一切的努力 就是希望把JHBL以及聯賽冠軍獎盃 繼續留在基隆 基隆 俊松 基隆報導